今天是這樣的 最近經常說中年會出現什麼問題 我覺得幾困擾我的就是老花 當一個人年紀大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有老花 我發現那個情況深得幾快 比如今年是100度 可能明年已經150度 後年已經200度 我發現真的很想有個科技去搞定它 現在當然 醫療上是有矯正這個老花 去做手術的 但什麼手術都有風險 人生就很難可以抉擇得到 是不是沒有這個險 近視呢 我見很多人都成功 也不是太貴 可能是五千元可以做到一隻眼近視 老花我問過 不是欠很遠的價錢 但主要是一個風險的問題 因為沒得回頭 我發現 最近我看了一個YouTuber 他很簡單地戴過 他在七十多歲的年紀 都不用戴眼鏡 我真的很羨慕 有時候看東西是小 真的要戴眼鏡 他教了 建議大家是這樣的 可以做一些眼部運動 他的意思呢 就是教你 拿手指弓 伸長你自己的手 慢慢拉近自己的鼻樑 就是眼鏡 托著眼鏡的鼻樑 這樣呢 伸長手 慢慢走近自己的 這樣比較好 走近自己的鼻樑 如是者做一些 你不需要快 慢慢伸長 但你的手指弓 一個星期 一日做十幾二十次 大概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就會開始見效 那我就覺得 咦? 其實手指弓 伸長手指弓 我想想想 為何不使用大小姐 那些 毛毛頭的公仔 他就弄了一個心心 那為何我會這樣做呢? 加上我的小姐 平時就捉住手指仔 這樣呢 你每次 即是 我不用手伸長 我只是做一個 這樣的動作就完成了 是不是? 這樣就完成了 整個 的介紹 軟一點 一邊一邊 自己做過眼部的運動 那為何要用毛毛頭呢? 原因是這樣 如果你拿著任何一支棍仔 的物體 你把自己的眼睛 說被人撞一撞 你可能會插到自己的眼睛 只要有了這個 這麼安全的毛毛頭 是不是? 有一個 object 讓你看著 那你就很容易這樣 軟的 近的 這裡 一邊做這個運動 其實我的概念 就是 讓你自己 鬥雞眼 有些人做不到鬥雞眼 這個動作 你以為你做了 其實你沒有做到 你最好找另一位朋友 看著你 你做一個鬥雞眼 鬥雞眼的動作 你自己以為是 但其實沒有動 但有了這個毛毛頭 你就可以做這個運動 所以我突然想到大小姐的手指 給大家看 一些款式 最近完成了心心 還有一個OK OK手指 還有他最喜歡的 勝利手勢 另外一些都是 毛毛頭的吊嘴 我不知道我是做什麼 但想到這個方法好像不錯 當然你的家裡 你沒有這支伸縮棒 你找一條藤條也可以 打仔的藤條 然後 把手指插進去 這樣很安全 你每次放在眼裡 就不會有機會 插到自己的眼 好 我就跟著這位Youtuber 做法 做了一段時間 我想都是兩個星期左右 我覺得真的有效 至少我有時候 在床頭會準備 兩副眼鏡 一副深一點 一副淺一點的老花眼鏡 但當我開始做這個運動 我可以把那副深一點 我不會再拿起來戴 在床頭看Youtube 或者看其他東西 用錢的便可以 我覺得已經是有效 我會繼續下去 但在這個時間 我就提醒大家 不妨像我這樣 有一支棍仔 指向前面 然後拉上自己的眉心 一會兒 然後拉開 這個人帶活動 我覺得真的有效 所以我就提前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興趣去試一下